当整个国家已经进入的转型改革当中 我们要告诉人民 我们今天是在交出成绩单来 我们今天是前面的 为人民提供更良好的服务 提供一个更良好的方向 所以各位 当我们越做越好 最怕的是谁呢 最怕的就是反对党 我要让大家很清楚的知道 这个国家转型改革的成果 让大家了解到 首相他的领导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已经改变了很多很多的政策 整个国阵的包括政府 那么这个转型跟改革的这个目标 跟这个所谓的策略 可以说呢 马华工会前面的参与 我们在内阁里头 我们在国阵里头 我们前面提出马华工会 对整个国家转型改革的看法 我们认为最重要的 必须要珍惜人才 我们必须要爱富人才 栽培人才 发学人才 善用人才 家祥所讲的奖学金的制度 是其中一个 大家可以有效的看到呢 现在是全面以绩效来分配奖学金 在国中的高等教育部 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很大的突破 各位不要忘记过去马来西亚只有五间大学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整个高等教育的这个发展 我们不但有这么多的好的高等教育的这个大学在里头 我们今天也能够承认中国的大学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前中国的820间大学 我们都承认了 今天高等教育部承认全世界大学最多只是370多间而已 但是单单一个中国就有820间大学 所以各位这就是整个政策的改变 这就是整个国家的转型改革的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方向跟例子 各位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珍惜人才方面 首相也成立了Telencorp 也怎样的去网络我们马来西亚在海外的马来西亚这些专才回来 怎样能够让他们在国内能够继续的来提升马来西亚竞争力 来确保马来西亚能够跟整个世界那么竞争 所以在栽培人才方面在培训人才方面 各位我们深信呢 国家已经进入了一个正确的这个轨道 在国家经济转型的领域里头呢 我们首相总共鉴定了131项计划 到2020年要达到的一个目标 我们要在2020年要确保通过131项计划 从去年开始呢 那么要看到这个131项计划落色 能够为国家带来呢 5440亿美金的这个所谓的GNI跟收入 在政治方面各位 我也想跟大家报告 首相前面推动整个政治的转型跟改革 所以在政治我们要看到这个国家更民主 更开放更自由 所以很多国家一些成就的法令 ISA法令也好 出版法令也好 那么主要的目的什么呢 主要的目的就是让这个国家更民主 更自由 当我们更民主更自由的时候 各位就是呢 让人民知道 这个政府呢是更透明的 是一个更透明的政府 当时更透明的时候呢 我们就能够 确保呢 这个继续的 全面的减少贪污 减少腐败 减少所谓的小拿破仑主义 怎样来确保公务员 能够呢 转型跟改变 让这个国家的 整个行政操作 让国家的这个 这个整个情况呢 更加的透明化 让人民能够全面参与 整个国家的这个发展 跟改革当中 感优伤 那张 我们先观し 点赞 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